生活版 深更半夜 儿媳正接到死亡婆婆打来的电话 手机明明已经埋进了坟墓里了 怎么可能还会打来电话呢 换手机换号码 仍旧不能阻止婆婆半夜来电 谁让你媳妇 在你妈活着的时候 做的那么劫呀 婆婆为什么半夜来电 儿媳能否摆脱这恐怖的纠缠 死亡婆婆的来电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这一天的凌晨两点钟 在南方某一个城市 人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 突然间 一阵尖锐的电话声 惊醒了睡梦中的沈菊花 菊花一边揉着心松的眼睛 嘟弄着说了一句 哪个神经病半夜三更打电话来 可就在菊花顺手拿起了电话 看到了来电显示的时候 却吓得啊的大叫一声 一下子把手机扔到了地上 把睡在一边的丈夫王杰也给吓醒了 你神经病啊干嘛 晚上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为什么沈菊花看到了来电显示 就失魂落魄呢 原来来电显示忽入的电话 是菊花已经死去的婆婆的手机号码 半年前婆婆突发疾病去世了 已经去世的婆婆 怎么可能再打电话给儿媳妇呢 沈菊花连忙把王杰拽起来说 你妈来电话了 王杰睁开眼睛 看了沈菊花一眼 说你别开玩笑了 咱妈怎么可能给你来电话呢 沈菊花从地上捡起了自己的手机 放到了自己丈夫的面前 说你看这不是吗 号码没有错呀 王杰睁开眼睛一看 吓得差点从床上摔下来 这这这不可能啊 王杰壮着胆子说 要不然我们打回去试试吧 说完就禁止摁了回播 但是电话传来的是 您拨打的电话没有应答 请稍后再拨 菊花突然间一个念头 对王杰说 老公该不会是咱妈显灵吧 王杰看着剔头散发 脸色灰白的老婆 不眠有些心疼 安慰说 可能是我爸拿了我妈的手机 晚上睡不着 胡乱按键按错了吧 哎 已经这么晚了 明天我问一下我爸 没事的 睡吧 说完 王杰躺了下去 一会儿就睡着了 可沈菊花是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提心吊胆 生怕电话再打来 起来就把自己的手机关了机 第二天一早 王杰来到了自己父亲的房间 试探性的问自己的父亲 王跟龙 爸 我妈的手机你后来放哪里了 你有没有用过它打过电话呀 王跟龙说 你妈落脏的时候 我把她以前用的东西 包括那部手机 都和骨灰一起 埋在她墓里了 什么 你把她的手机都埋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菊花昨天半夜里还接到妈打来的电话呢 你说 这是不是遇到鬼了 王跟龙听后 哆嗦了一下 说 该不是你妈显灵吧 唉 谁让你媳妇 在你妈活着的时候 做得那么绝呀 不然 你妈为啥不给我打电话呢 偏给她打 老父亲越说越激动 说完不停的咳嗽起来 见此情景 王杰夫妇赶紧退了出来 有人说媳妇和婆婆是天敌 这句话放在沈菊花这个媳妇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在这对婆媳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让公公王跟龙都觉得 儿媳妇很过分 让沈菊花这么害怕婆婆 死后来找后账呢 王杰的父母呢 在近郊有一幢 两上两下的宅基地的房子 菊花夫妻住在楼上 公共婆婆住在楼下 王杰还有一个妹妹叫王红 今年25岁 还没有结婚 和父母一起呢 住在楼下 婆婆活着的时候 菊花和婆婆总是矛盾不断 菊花呢 总嫌婆婆这不好 那不好 自己不做饭 却常常嫌婆婆做得太咸 自己不洗衣服 总是嫌婆婆洗的衣服不干净 看到他们母子俩 唠嗑时间一长 就怀疑婆婆在挑拨 他们夫妻的关系 当着婆婆的面呢 就和王杰吵架 有一次 婆婆过生日 王杰背着老婆 给了母亲2000块钱 这件事情被菊花知道以后啊 夫妻俩吵得是天翻地覆 菊花故意呢 让婆婆听到他们的争吵声 争吵声 被小姑子王红也听到了 王红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在外面说 哥 我看我妈当初反对 你和她结婚是对的啊 你看 你非得和她结婚 现在可是害苦了咱爸咱妈 这个时候 婆婆出来 制止了女儿王红的话 说 哎呀 你就别再添乱了 快住嘴巴 回屋去 婆婆为了稀释宁人 不顾王红的反对 当即就把钱拿出来 还给了菊花 菊花理直气壮地收下了钱 没有任何表示 从来以后 婆婆就再也不要儿子给她钱了 怕给儿子添麻烦 后来婆婆得了肺癌 更发心的时候 已经是晚期了 婆婆去世前 生病住院的那几个星期 菊花呢 只是去看过一次 也只是坐了五分钟就走了 王杰去陪业 她一个一个电话 把老公催回来 说是自己也病了 最后 大多是公公和小姑子王红 在医院陪的夜 在邻居们看来 儿媳沈菊花对待婆婆的态度 确实太过分了 面对这种情况 公公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这个沈菊花是儿子的媳妇 儿子对她唯命是从 谁还管得了呢 可是沈菊花 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婆婆 面对半夜的恐怖电话 她有该怎样应对呢 原来啊 菊花是外地户口 家庭条件比较差 而且性格比较孤傲 不讨公公婆婆的喜欢 她和王杰处对象的时候 公公婆婆是极力的反对这门婚事的 后来由于实在拗不过儿子 才勉强的同意了这门婚事 这一切就让当初的菊花 心里很不舒服 心存芥蒂 自从结婚 住到婆婆家 菊花就没有给自己的公婆好脸色看 生了儿子以后 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可以说 婆婆得病去世 多多少少 也和老人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是有关的 现在想到这些往事 菊花心里 觉得自己当初做的确实太过分了 很对不起死去的婆婆 所以 当菊花知道手机已经被公公埋掉了 更是吓得要命 什么 手机明明已经埋进了坟墓里了 怎么可能还会打来电话呢 这个时候 小姑子王红在边上幸灾乐祸 他说 这一切都是报应啊 这话 说得让菊花是打了个寒战 连续几天 菊花心里老是在想这件事 神情恍惚 茶饭不思 一到晚上 手机赶紧关机 怕呢 半夜三更的婆婆再来电话 她总是被噩梦惊醒 婆婆在梦里面总是变成鬼来找她 几天之后 不堪精神折磨的菊花 拉着王杰的手说 老公 要不然我们就按你妹说的 去拜拜妈妈吧 到她墓上烧炷香 请求她原谅 第二天一大早 两口子起床 买了纸钱水果鲜花 去婆婆的墓地 这也是菊花在婆婆落葬之后 第一次娶婆婆的墓地 在婆婆的墓前 菊花是声泪俱下 向婆婆忏悔 希望婆婆原谅她 菊花呢 一面磕头 一面说 妈 以前我是不懂事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原谅我吧 晚上不要来找我了 求求你了 并且保证 以后一定辛苦持家 照顾好一家人 王杰也在一旁帮腔 说妈 你就原谅菊花吧 她现在知道错了 自从祭拜了婆婆 也许是菊花的心理压力 得到了释放 后来啊 一连好几个晚上 菊花都能够安然地 睡到天亮了 她想 也许是自己的忏悔有用了 婆婆真的宽恕自己了 可是 没有想到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 正是一个电闪雷鸣之夜 恐怖的一幕 又发生了 电闪雷鸣之夜 沈菊花的手机再度响起 王杰壮着胆子 按下了接机器 喂 你是谁 对方没有声音 沈菊花换号码 换手机 但不管怎样 婆婆的电话仍旧在半夜准时响起 哎呀 说不准 真的是咱妈在天之灵 看着咱们 不管你换什么号码 她都知道 不开忍受的沈菊花 决定绝坟找手机 这一挖 她会发现什么秘密 死亡婆婆的来电 法律奖行正在播出 伴随着窗外 隆隆的雷鸣声 菊花的手机铃声 再次响起 菊花急忙拿起来一看 来电显示 又是死亡婆婆的来电 她吓得怎么样都不敢接 王杰壮的胆子 按下了监听键 喂 你是谁 对方没有声音 一听没有回答 小王继续问 你是谁 为什么要拿我妈的电话 但是对方还是一直没有说话 只听着窗外的雷鸣声 不断的作响 没等小王继续发问 电话啪哒一声就挂断了 王杰连忙回播过去 得到的还是 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夫妻两人面面相去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一番推理下来 认为电话 总是一次一次的在半夜打来 不可能是拨错号码 肯定有人要捉弄他们 老公 咱们的电话 不是已经和骨灰盒 一起埋掉了吗 咱们还会打过来呢 会不会手机 根本没有埋掉 是谁在恶作剧呀 王杰也没有头绪 无奈地说 要不然明天 和咱爸商量一下 把目的再打开 看看手机 在不在里头再说 第二天 菊花一直用眼神 示意她的丈夫 王杰呢 想到爸爸和妈妈 感情那么深 要再打开妈妈的墓地 爸爸肯定不会同意的 但是 这晚上手机一直响 也实在是难以忍受啊 无奈之下 他还是开了口 爸 我们已经去妈的墓地 拜过了 请求妈原谅我们 可现在 电话还是会打来 你想 这死人怎么会打电话呢 肯定有人恶作剧 我们是想 去妈的墓地看看 手机还在不在里头 是不是被人偷走了 如果真的被人偷走了 我们就去报警啊 老王唬着脸说 谁也不能去 再打开你妈的墓地 除非我死了 和你妈 埋在一起的时候 你再去打开 见父亲不同意 王杰呢 只好把话打住了 不再提这件事情 公公不同意挖坟 就无法确认婆婆的手机 是否还在墓里 沈居花不死心 逼着王杰偷偷挖坟 王杰禁不起媳妇的软磨硬泡 背着父亲偷偷 掘开了母亲的坟 找来找去 还真的没找到内部手机 手机是什么时候没的 怎么没的 又是谁拿走的 其目的又是什么 为什么从半夜来 别吓自己呢 这些疑问 沈居花无论如何都想通 于是决定去报警 民警说 这样的事情 他们还是头一回知道呢 他们答应呢 帮着调查这件事情 警察问他们 有什么仇人 有怀疑对象吗 居花想了想说 要说仇人吧 唯一的仇人 婆婆已经死了 现在没有丑人 实在想不出会是谁 因为菊花夫妇提供不了什么线索 警察告诉他们 破案的难度非常大 让他们呢 有心理准备 虽然报了案 菊花心里还是不踏实 天天在家里对着丈夫抹眼泪 王杰急了 说 哎呀干脆 你把你的电话换个号码吧 把你以前的电话消掉 不管是有人偷走了手机 还是妈显灵 都不会再打来了 菊花想 哎 有道理啊 第二天 夫妻俩就去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又换了一个新的号码 这一次 他们只把号码告诉了几个身边的近亲属 果然 一连一个星期 电话没有再打来 刚想松口气 一个晚上 电话又来了 菊花一看 又是婆婆的来电 大哭起来 这日子可没法过了 我都换了号码 又换了电话 怎么还有人会打过来呀 我电话 只有家里的人知道 该不会 就是家里的人干的吧 菊花看着公公 丈夫 还有小姑子 新的电话号码 除了自己娘家父母 只有他们这几个人知道 娘家父母不可能害自己的 现在 他们三个人 都可能有作案的嫌疑 现在 这一家人表情恶异 互相看着 都觉得彼此有嫌疑 家中一直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氛 菊花打电话回到娘家诉苦 说现在我看谁都是那个打电话暗地里整我的人 我都快崩溃了 菊花的爸爸是个明里的人 安慰道 不是我说你啊 我每次都说 你不要那么斤斤计较 让你好好对待公婆 你就是不听 我看就这样吧 从现在起啊 你好好对你公公 说不定 就没事了 菊花听了父亲的话 对公公的态度呢 变得温和起来 也每天多烧一个人的饭给公公吃 时间久了 他发现 哎 电话真的没有打来 可是 这种对公公的孝顺呢 不是发自内心的 是装出来的 而且当初公公不同意王杰取他的这个一幕一幕 又出现在了菊花的眼前 菊花实在无法跨过这道坎 所以啊 过不了多久 菊花又跟以前一样 又开始对公公 要么爱理不理 要么呢 一不开心就没有好脸色 甚至在王杰不在的时候 对公公恶语相向 这一天 菊花刚刚进入梦想 婆婆的电话又来了 搞得她头皮发毛 精神衰弱 再下去就要神经错乱了 王杰建议 我们要么到移动公司 把妈的电话给注销了吧 这样就一了百了了 没想到菊花当即反对 说不行 这要是注销了电话 我们就抓不到是谁打电话的了 虽然电话响很吓人 但是我抓不到凶手的话 那这一段时间我受的罪都白受了 不行 在沈菊花的眼里 这时候有人的确曾经给这部手机充过职 菊花来到柜台问营业人员 那你能不能查出是谁给电话充钱呢 公众人员告诉她 因为使用充值卡充值的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在什么地方给手机充了钱 菊花再次来到了派出所 报告了这个情况 警察问 婆婆在世的时候 谁给这部手机充值的 菊花说 哦那是她的丈夫王杰 警察来到一栋公司 调出了婆婆去世之后的电话响单 他们发现 婆婆的这个电话号码 在婆婆去世之后 只给菊花打过电话 而且时间都是在半夜一两点钟 显然 对方是冲着菊花一个人来的 究竟是谁干的呢 警察怀疑很可能就是菊花的家庭成员 于是劝她 希望她能够通过这件事情 反省一下自己 自己有没有过失伤害了家里的人 要主动和家庭成员沟通 争取早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 听了警察的话 菊花开始真正冷静下来 反省自己的过去 她充分认识到 其实公公婆婆婆对自己 对他们的孩子是那么的无私奉献 自己过去对公公婆婆确实是太过分了 她决定彻底改变一下自己 这一天 菊花不仅打扫了自己的房间 还把公公小姑子的房间打扫一遍 以往这种事情 她是绝对不会做的 不想 这一次 菊花却有了重大的发现 在小姑子王红的被子中 沈菊花发现了婆婆的手机 她一把捡起地上的手机 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然后再看来电显示 一看 正是婆婆的来电显示 小姑子王红否认半夜打电话 可电话为什么在她被子里 王红说 她也不知道啊 肯定是有人要陷害她呗 为得到真相 全家人一起来到派出所 这次会查出事情的真相吗 死亡婆婆的来电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菊花先收拾完公公的房间 然后再去小姑子王红的房间收拾 正在收拾的时候 王红的被子里 突然掉出一只手机 菊花一看 觉得这只手机真的是特别眼熟 这个电话 不正是婆婆那只消失的电话吗 想到这里 她一把捡起地上的手机 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然后再看来电显示 一看 正是婆婆的来电显示 这一切都明白了 菊花立刻冲出房间 找到了自己的丈夫 把所有的发现告诉了王杰 然后准备到派出所去报告 王杰知道是自己的妹妹打的电话 一时无语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是自己妹妹干的呢 王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菊花要去派出所了 王杰一把抓住她 不行不能去 这是我们家内部矛盾 家丑不可外扬 这事我们自己解决吧 不要去派出所 丢人现眼了 可是菊花想起这几个月 自己所受的委屈 担惊受怕 觉得不找小姑子算账 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啊 王杰说 那等王红回来 先问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这样做 再去派出所也不迟啊 菊花觉得也有道理啊 就等着小姑子 王红回来对质了 晚上 王红回来了 一家人开始摊牌 王杰请父亲和妹妹一起开个家庭会议 家庭会议上 王杰把菊花从王红的被子里找到手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都说了 菊花呢 在一旁偷偷的观察王红的反应 王红一开始连长得通红 明显很紧张 但是她却适口否认自己拿了母亲的电话 更否认自己半夜三更打电话给菊花 那手机怎么会在她的被子里呢 王红说 她也不知道啊 肯定是有人要陷害她呗 菊花说 你如果不承认 那我只好去派出所了 王红说 你去好了 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搞清楚 家庭会议一致同意去派出所 第二天 菊花再次来到了派出所 向派出所的民警报告了自己的发现 派出所民警很快找到了王红谈话 王红的答话 前后有一些矛盾 比如说 她一会儿说 自己每天晚上十点钟就睡了 一觉睡到大天亮 不可能半夜起来打电话 一会儿又说 觉得自己的母亲辛辛苦苦一辈子 没有想到一天的服务 每每想到这些 晚上就睡不着 王红前后不一致的答话 引起了警察的怀疑 经过警察的进一步询问和情感引导 王红终于承认 电话是她打的 那么她是怎样拿到埋在母亲墓中的手机的 又为什么要半夜 吓她的嫂子神菊花呢 原来啊 婆婆落葬的时候 王红将母亲的电话从墓地里拿出来 当时的墓地呢 只是想留作纪念的 当时所有人都在忙着 没人注意到她拿了手机 但是 一次 当她看到自己的嫂子菊花 对自己的父亲毫不尊重的样子 又想到妈妈在世的时候 嫂子对妈妈的所作所为 她突发奇想 决定在半夜 用母亲的这部手机 拨打嫂子的电话 看看嫂子是什么反应 不出所料 自从菊花接到了婆婆的来电 整天神思恍惚 担惊受怕 对公公的态度呢 倒开始好转 王红那个时候心里啊 又说不出的痛快 她想 你不是整天在家趾高气扬了吗 我看你这回老实不老实 所以 当王红一发现 嫂子对父亲态度不好了 就打一下电话 警告嫂子一下 王红认为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我们要问 王红的行为 真的不违法吗 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 信息骚扰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经历过被他人短信电话骚扰的经历 往往呢 苦于无法惩罚到对方 那么在这里 我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42条这样规定 多次发送 您会侮辱 恐吓 或者其他信息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除5日以下居留 或者500元以上罚款 情节较重的 除5日以上 10日以下居留 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 所以呢 如果一旦您被骚扰了 要注意保留下证据 然后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可以到公安机关呢 去举报 当然 如果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骚扰行为的话 警方不可能花很大的警力 帮助你去收集证据去破案 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要靠你自己去举证 如果你的证据确凿 警方会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给予教士者行政处罚 那么本案当中 警察调查后认为 尽管王红骚扰沈菊花的行为 并没有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呢 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 他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本来 警方完全可以依法 驱留王红的 但是 考虑到 驱留了王红 不利于他们家庭关系的 进一步弥合 加上嫂子沈菊花 和哥哥王杰都表示 只要王红不再恶作剧 就既往不咎 所以 公安机关 竟对王红 做出了罚款 五百元的处罚 同时呢 林警还批评教育了沈菊花 菊花也深刻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表示 从此以后 会孝敬公公 处理好 和小姑子的关系 做一个合格的媳妇 观众朋友 这个案例讲完了 小姑子用半夜打电话 恐吓嫂子的做法 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呢 这个案例也提醒更多的 做媳妇的朋友 公公婆婆养育了你的丈夫 善待你的公公婆婆 其实就是善待你的丈夫 善待你的丈夫 就是善待你自己 好 感谢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ü与点点栏目